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6月24日,这期热点深度,继续关注,郭文贵设施亿美元欺诈案,庭审进入第22日。 据称,6月24日这天,郭文贵在法庭上着浅灰色西装、白色衬衫和深灰色领带。 在24日这天庭审前,检方表示他们今天计划传唤4名证人。 检方也确认,郭文贵的律师团队提供的11至12名证人的名单。 郭文贵的律师团队表示,相关的询问将简洁明了,高效进行。 通过与陪审团讨论火,托雷斯法官决定将6月25日法庭开庭时间延长至当天下午5点。 根据持续关注郭文贵案的X账号内诚新闻界在X上的更新, 郭文贵的律师就安防摄像头之初对检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 郭文贵的律师问,公诉人有没有给你出示过这些开支文件? 证人回答,我不这么认为。 郭文贵的律师问,DX606-26。 证人回答,我既不太清楚,但看起来很熟悉。 郭文贵的律师问,B&H商店怎么说? 证人回答,广播设备。 郭文贵的律师问,展出的床垫,你没有标注为异常吗? 证人回答,我没有标注任何事情。 郭文贵的律师问,你没听说过连排别墅吗? 证人回答,没有。 郭文贵的律师问,你知道中国文化中如何定义家庭吗? 证人回答,不知道。 郭文贵的律师说,我们失去了信号。 内城新闻界,在24日的郭文贵案推文更新中还提到, 猎户行动被提及,法官重新考虑, 并决定允许有关中共在美国设立非法警察局的证词作为证据。 6月21日,媒体Court House News对郭文贵案庭审的报道, 聚焦在当天出庭的喜马拉雅交易所前CEO杰西布朗。 杰西布朗作为郭文贵一案的污点证人出庭作证, 揭示了喜马拉雅交易所及其发行的喜币和喜源的内幕。 流亡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声称, 他帮助创建的加密货币HB是与黄金挂钩的。 但喜马拉雅交易所前CEO杰西布朗在周五的证词中表示, 这其实并不是真的。 除了HB,检察官还提到另一个计划是GTV。 这是郭文贵与前总统川普顾问及MAGA媒体大亨史蒂夫班农共同创办的视频分享网站。 周五,检察官传唤了杰西布朗作证, 以揭示他们所描述的郭文贵一系列骗局的真相。 布朗最初在2020年被雇佣为GTV工作,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也卷入了郭文贵的其他项目, 包括喜币和喜源集齐交易所、喜马拉雅交易所、 生活品牌G-Clubs和时尚品牌G-Fashion。 布朗表示他被告知要开发一个只交易喜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喜马拉雅交易所。 尽管他参与了郭文贵的多个项目, 但布朗强调他只是郭文贵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小角色。 我无法控制任何事情,布朗说。 这包括在喜马拉雅交易所, 尽管名义上是CEO, 但布朗说他从来没有任何员工。 布朗说他在工作开始后不久, 了解到一家名为Hamilton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伦敦投资基金公司, 这家公司也是郭文贵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杰西布朗透露, 在交易所的运作中, 余建明是实际控制人和决策者。 交易所定期进行由他主持的视频会议, 讨论市场行情和虚拟货币的开发和发行。 在2020年底, 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 布朗说他从据媒体的员工名单上被移除, 转而进入Hamilton的工资单。 虽然他的工作职责没有变化, 但由于这个转变, 布朗失去了健康保险。 布朗透露, 在GTV Media工作不到一年后, 他被于建明告知, 将担任喜马拉雅交易所的CEO。 杰西布朗说, 我只是一个技术员, 也不擅长演讲, 为什么要让我来做CEO? 我非常惊讶。 在从支持者那里筹集了1亿美元后, 喜币在2021年正式发布。 然而, 当时仍担任喜马拉雅交易所CEO的布朗表示, 这种加密货币并不能购买。 杰西布朗介绍, 2021年11月1日, 喜币正式上市, 开盘价为0.1美元。 他表示, 当时他和技术团队的许多成员, 都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市还不够成熟。 布朗表示, 尽管上市过程中遇到困难, 但喜币的价格出现大幅快速上涨, 从开盘价0.1美元不到两个星期就飙升至20美元。 布朗认为,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喜马拉雅币让你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享受独家优惠。 布朗在喜币发布当天接受GTV采访时说, 检方在法庭上出示了这次采访的片段作为证据。 布朗在2023年离开了喜马拉雅交易所。 2023年3月15日, 布朗接到FBI传票, 并四次与政府会面讨论交易所的法律问题, 同时与政府签署不起诉协议。 在证词中, 他说喜币并不是一种加密产品, 因为它没有在区块链上, 用户也无法购买。 他表示, 他在GTV采访中没有透露这些细节, 因为他不想对喜币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喜马拉雅交易所, 喜币从未在其他任何加密货币交易所上市。 布朗说, 利益相关者担心在其他交易所上市会导致其价格下跌。 利益相关者非常担心, 如果在其他交易所上市, 价格会下跌。 布朗说, 杰西布朗也作证, 郭文贵还宣传了他帮助创建的产品, 甚至制作了一首名为喜币上月球的音乐视频。 然而, 现在检察官表示, 这个产品只是郭文贵用来从支持者那里骗钱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 郭文贵的律师则透过对杰西布朗的询问, 揭示了喜币和喜园背后的机制。 喜币是为支付处理和交易而设计的数字资产, 其发行和使用仅限于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成员。 喜马拉雅交易所为平台上的交易提供高流动性和便利性。 杰西布朗表示, 有别于比特币或其他知名加密货币, 喜币、喜园只能在喜马拉雅交易所交易。 他指出, 加密货币的一个特征是去中心化, 因此是公开透明的。 然而,喜币和喜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加密货币, 它们并不使用区块链技术, 而是一种中心化的信用积分系统。 因此,喜币和喜园既不是在公共链, 也不是在私有链, 无法在其他交易所进行交易。 同时,布朗也指出, 喜币、喜园的投资者担心, 其在其他区块链上交易会导致价值下降, 因为这些交易所可能不认可喜币和喜园的价值。 郭文贵的律师通过展示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四个发展阶段, 试图展示该交易所从短期信用系统 向长期加密系统的逐步转变过程, 从而试图对布朗以及检方对交易所 以及喜币和喜园兴致的质疑作出回应。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